婴儿躺在单架上一动也不动 但救护人员不放弃希望 一路上不断帮婴儿按摩心脏进行急救 希望可以救回这个小生命 桃圆市观音区10号中午发生 女婴遭隔板夹死的意外 一名22岁妈妈帮6个月大的女儿 喂完奶后因为太累在女儿旁睡着 睡前妈妈担心女儿掉到床下 还特别用隔板把床的四周围起来 没想到阿嬷进到房间查看时 发现小孙女卡在床跟隔板之间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吓得立刻打119求助 救护人员到场动作迅速 把女婴送上救护车送医 无奈经过约20分钟抢救 仍然回天乏术 阿嬷和妈妈得知2号后悲痛不已 检警到场勘验初步判定 女婴可能是在翻身的时候 推动床旁的隔板 导致女婴翻落 卡在隔板与床之间窒息 目前警方已经抱歉 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死因 据了解这位妈妈还育有 另一位5岁大的儿子 但原本温馨的家庭 如今将永远缺一脚 要有家属如何接受 记得刘志展张志然桃园报导